今天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短路阻抗测试仪 这个是我们的主机 这边是我们的附件箱 首先我们看一下主机的面板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机的面板 上面是我们的接线图 这边是一个单向的 单向变压器的一个试验接线图 这边是一个三向变压器的试验接线图 就是我们做试验的时候 按这个接线图的这个试意 进行接线就可以了 这边是我们的面板 这个是我们的接地柱 保护接地 电源插座 接我们的试电 这是电源开关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外接电源的输入 就是当我们编辑量比较大的时候 需要外接电源 然后从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电源输入 这边的话是我们三向的一个 一个输出 包括一个测量的一个端子 就ABC三向 这边的话是一个232的一个接口 这个是我们那个内部进行程序升级用的 这边是一个USB的接口 可以导出我们的保存的试验数据 然后可以在上述键里面进行查询 这边是一个热明打印机 就是说可以把我们的试验数据给现场打印出来 这边是一个触摸屏 是一个7寸的触摸屏 我们可以在这个触摸屏上进行操作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主机的面板情况 下面我们看一下附件 这就是我们的附件箱 附件里面有我们的使用说明书 检验和恶症 还有这个出场报告 然后有我们黄六红三个这个测试的车子线 黄六红测车子线 有我们这个电源线 然后有打印纸 打印纸 还有我们的接地线 好 这就是我们的附件情况 下面我们做一个试验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是怎么样操作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接线 我们今天测的变压器是一个50个千伏的一个配电变压器 然后上面是高压车的ABC 下面是低压车 我们接线的话 就是首先把我们这个高压车的ABC接上去 接到我们这个设备端子的ABC上面 就是我们这个带叉子的接到我们的电流 这个叉棒的接到我们的电压就可以了 这是接线 然后变压器这边的话 高压车接ABC 低压车ABC 用那个短接线短接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的话就接线接完毕了 然后我们这边接地接上去 接完地址 接上电源线 好 我们就可以开机 好 我们接完电源线已经开机 开机完之后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界面 界面里面有三项变压器 主抗 然后单项变压器主抗 还有零序 还有我们的数据查询 以及我们的系统设置 我们这里主要来看一下我们三项变压器的一个短的阻抗的一个测试 我们点击这个三项变压器的短的阻抗测试 进到我们的界面里面 然后根据我们变压器的名牌 对我们这个测量值 进行设置 我们这个是一个50个千伏的我们就设成50 然后电压是10千伏 我们就设成10千伏 这个短的误差的话就是4% 就这个就不变 我们这个高队低 然后这个测试别人号 这个就不管 就是外三角 这个我们可以换一下 就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 好 我们这个实际就是三角 高外形 然后这个电源提供的话 我们是选择内部电源提供 然后锁定电流的话 实际则都不用改 然后操作模式自动 好 我们这个设完之后 我们点测试 然后我们这个 它就会全自动进行测量 好 现在正在测量 AB项 AB项已经测完 测完之后 它自动测BC项 现在CA项 CA项已经测完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测量结果 测量结果的话 就是我们AB BCC 测量电压 测量电压 测量电流 包括我们的电阻 这个杆抗 电杆 还有它的一个 电杆的一个误差值 包括这个 这个是阻抗的误差值 我们测完测完之后 可以选择打印或者保存 我们可以选择打印 然后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测量数据 给打印出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测量结果 有那个测量编号 测量人员 日期 包括并安器容量 还有我们测量的一些 详细的一些测量结果 可以打印出来 也可以选择保存 就对我们这个测量结果进行保存 就下一次的话 可以到油盘里面 可以通过上远机 送中试验报告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三项变压器 短测阻抗的试验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